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汤 沒有想到2020年過了這麼快 已經迎來了汤全盟的第一季 我就立刻來分享這一季 我用到哪些還不錯的產品 然後哪一些風有點大 但我覺得還好的產品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底妝的部分呢 我要先講我用到非常非常適合 油性膚質的氣墊 就是這款MISTING的 霧光精華氣墊粉霜 哇這個真的很適合偏油性的膚質 不管是混油肌還是油肌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而且是天氣熱一點也OK 因為我就是一路從天氣比較冷 到天氣比較熱 用下來都覺得 這款氣墊非常非常持久 一整天下來的出油量真的很少 然後它的遮瑕度大概是中高 是可以疊加的那種 如果跟一樣是適合油性膚質的 那個Pony的小金磚比的話 這款的遮瑕度會比那個再低一點點 再自然一點點 我覺得Pony跟MISTING這款呢 他們的持久度其實差不多好 只是這款用起來感覺會再更加輕薄 然後到晚上呢 那個妝容的服貼度 跟皮膚的融合度 我覺得這款是更加細膩的 這個我真的是很喜歡 還有一個我超喜歡的點 就是它的色號很棒 我用的NN120真的超級適合我 就跟我的脖子你看 就是不會覺得臉太白 不會有那種假面感 然後再來它就也不會暗沉 因為一般這種用到很自然的色號 就很怕它暗沉 然後到晚上臉就會很暗很灰 這款不會 超級適合如果你是用那種韓系系列 你可能用到23都還會有點偏白的人 那你們可以用看這款的NN120 應該就會很剛好 然後是偏黃色調 就是比較適合偏黃肌的人 如果是冷色調皮膚用可能就會有一點就是 色差或是顏色上可能融合就會有一點差異 真的用到非常非常景點 很喜歡 然後大家可能也會好奇說 這款跟我之前很推薦的Milk Touch的 這個牛奶光系列的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還蠻明顯 妝感上來講這個還是偏霧光 然後這個就是偏光澤肌 比較牛奶光一點 就是光澤性這個會比較強 然後我用起來也會覺得這款保濕度比較好 比較適合偏冷一點的天氣用 天氣再熱一點的話我用它 待妝時間長一點我會覺得稍微有一點 因為我是偏油性 所以當你出油的時候 粉底跟油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覺得稍微比較厚重 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然後像這種比較偏控油 比較輕薄 然後又偏霧面的 它出油量沒那麼多 然後到晚上我會覺得臉是清清爽爽的 不會覺得太油膩 所以這一顆我會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也是偏油性的膚質的話 就是可能天氣冷一點在使用 然後這一款就是很適合接下來的夏天 這兩個我都很喜歡但使用的時機有點不太一樣 接下來這一款呢我是很想要推薦乾肌的 就是Make Up For Ever 新的這款粉底 他們也不是說新的啦 就是改版的知道嗎 但最近很多專櫃的這種粉底都在改版更新 然後我覺得這個改版是確實有更好用 我自己用起來的我覺得它是在保濕 而且它是那種水感的保濕 它的光澤感很漂亮 不是油膩的光澤感 而且因為像我講我是會出油 我是混合偏油膚質 我用到這種保濕型的粉底 我就會很怕我出油 然後這樣它可能比較油潤 合在一起 就是你知道 當我出油長時間帶的時候 合在一起之後 整張臉就會變 糊糊油油悶悶的 我就很怕 但它這一款我覺得比較是水感的保濕 它就保濕 可是我出油之後呢 它就是呈現一個很漂亮的光澤感 然後也不會覺得太悶太油 我就很喜歡 雖然我可能夏天也是沒辦法用它 因為可能它會 可能會融妝啦 就是夏天如果再熱一點 我有點不太確定 但最近的天氣用起來我還是蠻喜歡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想推薦給乾肌試試看 就大家可以靠過來試 我覺得它色號 大家可能也最好靠過來試一下 因為我自己是要混兩個色號 我是混2N22加上1N00 然後比例呢大概就是2比1 白色就是比較淺色這個 分量少一點 然後我用起來的 我覺得它雖然是偏保濕偏水感的這種粉底 但是臉在臉上感覺也沒有太暗沉 我這樣混完的色號到晚上 我覺得臉看起來還是蠻乾淨的沒有什麼灰掉 我自己覺得用起來很好 我覺得跟舊版比起來的話 它的粉底我覺得有更加服貼更加細膩 就是有一種原生肌膚但是更好的感覺 它的粉感那個遮瑕度呢我覺得 會比那個Misting這個來得再更低 會比較適合你是喜歡自然妝感的朋友 就是你遮瑕度沒有要那麼高的要求的話 這款可能會更適合你們 它真的是這種保濕型然後針對 我覺得比較是主打是偏乾性膚質用的這種粉底 裡面我用到很驚艷的耶 很喜歡很喜歡它這個妝感 夏天天氣再更熱一點的我再試試看 接下來是開架的一款粉撲 1028這個拍拍集貼吧 什麼氣墊粉撲這一款 這款我超級喜歡因為它可以乾用 然後也可以濕用 我非常喜歡它拍出來的妝感 非常非常的服貼 大家如果常看我影片的話 應該知道我比較喜歡那種乾用的粉撲 就是那種比較厚的 比如像1028這種也是他們的 然後是這種舒服的可以乾用的粉撲 就我通常是喜歡這種 因為我覺得這種 還要弄濕就有點麻煩 然後再來是這種通常要弄濕的 我就覺得它乾用的時候太硬 然後弄濕可能又太軟 沒有什麼回彈性 但我覺得這個做得很好它乾用也好用 它乾用當然是比濕用還要再硬一點 但是又不會太硬 不會有那種打到臉很痛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厚度有做出來 像現在這個是乾用的 這樣拍在臉上呢 雖然會沒有像這個軟的那麼的舒服 但是至少不會有那種臉被打的感覺 就是不會那麼痛 大家懂我意思嗎 然後這個泡水擰乾的呢 它也不會太軟 拍起來很舒服 然後有個很好的回彈性 所以可以把粉底拍得很服貼很老 好喜歡 它唯一我覺得缺點的話 就是它這個織帶 因為它現在這是細的 它如果變粗的織帶 我覺得會更好 就是它在手上這個穩定性會再更高 就是它的織帶如果再粗一點的話 但我現在用這個我已經很滿意了 好喜歡 開起來就很療癒 然後又很服貼 然後很紮實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這種感覺很喜歡 底妝的部分結束呢 接下來我這一季用到這個最驚艷 然後也最想推薦的眼影呢 其實是延續了甜度最愛的眼影盤 就是YSO眼影 但色號是100這個顏色 這個色號現在變得非常非常難買 就是可能要找一些代購才買得到了 這個色號超級漂亮 它非常非常高級 它就是那種偏中性的棕色 它其實這三顆呢都不是霧面的 這個最淺色它其實也是有點斷光 然後它這個珠光色超美 它不是那種大亮片大珠光的質地 可是上起來的光澤就很高級很美 然後它最深的這一顆咖啡色呢 我覺得也非常好暈染 所以它雖然是整盤裡面唯一的霧面色 但是因為它真的顯色度很 就是不會到飽和到你很難控制 但又不會太淡到說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慢慢疊加 然後又很好暈染 所以這盤我真的是覺得隨便畫都很漂亮 它唯一的確定就是有點貴 真的就是有點貴 但是這個顏色真的好美好高級 我覺得這盤很厲害 你乍看之下會覺得這盤好像沒什麼色彩 就是顏色就這樣感覺淡淡淺淺淺的 但是畫起來的眼妝就是很美很耐看的顏色 若有似無的眼妝 然後那個光澤感又很高級 非常非常喜歡這盤 大家如果有預算的話真的可以充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是那種很百搭的 不管是要日常要約會 或是要去重要場合都可以用這一盤 真的好喜歡YSL這個系列的眼影 很漂亮 然後包裝也是蠻美的 就是YSL的感覺 接下來這個呢 我覺得是在愛就上面非常紅的眼影蜜 然後我實際用起來我覺得也很好用 它的眼影蜜很持久 如果你畫它眼睛下面這邊到晚上它也不會掉光 然後也不會激成一團 不會變成一坨一坨的 你知道很多這種眼影蜜到晚上就是一開始的話很美 然後到晚上那邊一坨一坨 要不然就是掉光 再來我很喜歡是它這個裡面的亮片 都非常非常有層次感 它顏色都不是只有單一這種粉紅色啊 或是銀色這樣 它顏色就是七彩的 就很美 因為你不同光線下看你就會覺得 好多顏色好繽紛很漂亮 然後它的刷頭我也蠻喜歡 它刷頭是那種矽膠刷頭 可是它是有一個做出一個有點尖尖的角 所以你是可以直接用它這個刷頭 畫那個眼下 墨殘那個位置 可以畫得很精準 不需要另外拿棉花瓣或是刷具 就用它這個刷頭就可以了 這款我真的覺得如果大家是喜歡這種眼影蜜 然後喜歡幫眼妝做一點小點綴的話 這個你們有看到有人在開團的話 真的可以買來試試看 我是一次就包了三隻還好沒彩的耶 真的很喜歡 它們三隻當然都蠻閃的 就是你那種畫了就會看得到那種 不是那種低調的眼影蜜 但如果要比較那個強烈程度的話 1979這個它的亮片 大的亮片還是比較明顯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舞台感 再強烈一點點 眼妝再BlingBling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色號 然後另外這兩個呢 就會稍微比這個亮片 大亮片會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這兩個顏色呢 就剛好一個偏暖一個偏冷 就所以就是也蠻有變化性 就可以按照你的眼妝 其實我今天眼妝是偏 有點偏中性偏冷色調 但我就弄了一個偏暖色調的眼影蜜在下面 但還是蠻適合的 還是蠻漂亮的 這個喜歡 這個可以買 接下來進入唇彩想推薦的部分呢 就是現在連韓系品牌 都開始出這種唇泥的質地 比較有名 最近比較有名的就是AOU 他們也出這個霧面唇泥 然後再來是FREE FREE這件在韓國真的很紅 因為他們整個包裝 重新就是做了 就是怎麼講 整個產品的形象跟包裝 都重新設計的時候 超級可愛 而且我說真的 拿起來也是蠻有質感的 它這個下面是玻璃品 然後是這種霧面的 拿起來真的是有一個份量感 但同時就可能也是個缺點 因為它就帶出去又蠻重的 然後再來他們都做這種 冠妝的話就變成你出門 你出門要補擦的話 你都要再多帶個這種 矽膠的 我覺得矽膠比較好用啦 不然你就用唇刷也是可以 但是矽膠是比較好 這樣挖一挖 然後就是用紙巾就可以擦掉 很快就可以弄乾淨 反正你就是要多配個唇刷 出門才好補擦 然後大家可能會好奇這個 矽膠頭的對不對 你看眼影刷 然後又可以當唇刷 這支是AOU的 它是這種可以伸縮 所以出門蠻好帶的 但重點還是回到這個 唇泥的部分 我覺得Free跟AOU的用起來啊 其實蠻像的 而且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Free的唇泥跟 intuyou的唇泥 好像是同一家工廠 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但就是看到網上有些人這樣討論 反正我自己用起來 我覺得唇泥這個指定 其實真的沒有差很多 有的可能就是稍微 飽和度比較高一點 像我覺得AOU擦起來的飽和度 我覺得有比Free再更高 但我覺得有可能是色號就是問題 因為我選的色號 Free這兩個就比較偏打底色 所以擦起來確實顏色會比較淡 然後AOU這兩個擦起來的飽和度 我就會覺得比較高一點 但AOU的色號現在出的比較少 AOU現在只有出四個色號 然後Free的話就出超多 好像至少八個還是十個色號吧 顏色選擇很多 然後它的話就是 我覺得它真的包裝太加分了 然後再來色號選擇很多 所以就是真的會很吸引人 然後用起來的話就是唇泥的質地 所以它擦起來就會有一個柔霧感 有的人如果你很介意唇紋的人 我就會建議你不要用 因為它擦起來就是真的會 我覺得沒有到很修飾唇紋 甚至有時候有些色號 會讓唇紋看起來比較明顯 但它整個妝感就是偏霧面柔霧感的 所以我就比較推薦 你是喜歡柔霧然後霧面感唇妝的朋友 就可以試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也是可以拿來當腮紅的 因為我在IG的REALS開箱的時候就有示範 就當腮紅的話就一樣把它塗在手背上 然後用那個指腹粉不沾然後這樣拍 它就不會破壞底妝 不管你是要在定妝前用 或是定妝後用都可以 大家不用看說它在瓶子裡面這樣看起來好像 顏色很就是薄度很高 會不會就是顏色會太跳之類的 但我覺得它實際擦起來呢 會比罐子裡看起來顏色再更淺 像這個03號這個顏色我擦起來 就真的很像是偏粉偏裸粉色調那種感覺 跟罐子裡面我覺得看起來的飽和度是有差的 這顏色拿來上腮紅的你看 其實這樣推開來它是那種很自然的顏色 因為它是唇泥 它跟唇膏那種質地不一樣 它是這種柔霧柔霧的 所以上起來其實會再更 顏色會再更透一點 像這種質地呢我覺得很適合那種 比如說你的臉頰比較多瑕疵 比較多顆粒感的朋友 你們可以用這種質地拿來當腮紅 但是也記得不要這樣就是 打一會打圈或什麼就是用指腹粉 這樣按壓的方式去上 它就可以比較不會讓那些瑕疵變明顯 然後而且甚至它有點柔霧感 所以還可以修飾一些毛孔 所以不管是free還是LU的唇膩 我都蠻推薦的 LU的話呢它包裝就是塑膠的 所以拿起來會比較輕 拿在手上的那種包裝質感的話 當然是free更好 但我自己用起來我覺得LU 我有的一號跟二號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擦起來的飽和度比較高 就是那種可以疊擦也可以單獨擦 那free的話我會覺得單獨擦 那個偏粉色調的那一顆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會顯得沒氣色 就是最好它是後面再疊一個 比較深的顏色 LU雖然現在只有出了四個色號 但我覺得它的色號畫昏的蠻明顯的 就是一號跟二號是偏暖色調 就比較適合我們這種偏黃皮膚的人用 然後三號跟四號就是偏冷色調 就適合偏粉色調 冷色調的膚色使用 這兩個色號也是都可以拿來當腮紅的 不過它們顏色因為有比較重的關係 所以你拿來當腮紅的話 就會比較適合那種腮紅為主 或是你比較喜歡那種紅潤色明顯一點的腮紅 如果是拿來當腮紅的話 我覺得free的這種淺色打底色 是更適合更好駕馭的 比較不挑妝容啦 都不錯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要看一下膚色 跟看一下色號去選擇你需要的產品 然後再來是我用到非常非常喜歡的唇膏 就是Valatino的唇膏 好好用 它顏色都好漂亮 像這個77A啊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擦的這個顏色 77A 它就是有點偏 有點偏橘紅 然後我非常喜歡它們的唇膏擦起來的滑順度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飽和度我覺得也很棒 它飽和度是那種可以暈染 你可以擦淡淡的 我可以這樣薄薄上上淡淡的 然後我也可以局部疊加把它擦得重一點 就是那種延展度很好 然後又可以疊加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疊加之後很厚重 或是它疊加之後會變得很容易油移的那種唇膏 不會 它這個唇膏質地做得很好很棒 味道我覺得是有點淡淡的莓果味嗎 就如果你喜歡喝那個 美顏色嗎 有點像美顏色那種 莓果飲料的味道 雖然是好 雖然有味道但是是好聞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也沒有到太重 這個唇膏質地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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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而且我覺得 以它這種其實擦起來也是偏霧面 偏柔霧感的這個唇膏啊 它的保濕度其實我覺得還不錯欸 因為我就這樣實際擦了幾次 然後擦出門到晚上都還是覺得 就算中間也有補擦 吃東西 因為它畢竟是唇膏 它不是那種會染唇的 所以中間吃完東西幹嘛都還是會補色 我就發現它就算是 帶妝一整天然後有補擦或幹嘛 到晚上我也不會覺得嘴巴變得乾巴巴的 就是嘴巴還是那種 維持得很好的唇況 然後用這個唇膏補擦也非常好擦 我覺得它們的彩妝線真的做的有很厲害欸 就是我用下來好像目前沒有彩的東西都覺得很好用 它們的氣墊我也覺得很好用 然後這唇膏我也覺得很好用 然後另外一支這個是132A 它就是那種比較 就比較溫柔 比較適合約會的那種柔粉色了 但我覺得它色調調的也蠻好的 它這個顏色呢 擦在我這種黃屏幕上面啊 有一些調的可能太灰 或是顏色就再更淺一點 擦起來就會有點偏併氣感 就比較不適合單獨用 但它這支就是剛剛好 我擦起來就是溫柔的淡粉色 但又不會顯得沒氣色 就是看起來整個人就是溫溫柔柔的 但是它們家的唇膏我蠻推薦大家 如果有想要買專櫃唇膏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很漂亮 好我想推薦的東西大概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在進入雷品之間呢 也有一些就是中間地帶 灰色地帶的產品們也想要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首先就是 搭配的奶凍腮紅 其實這我有點不知道要不要放進來 因為它們畢竟現在都已經缺貨了 但是它們好像就有說 就如果有找到原料的話就會再就是生產 然後又加上我覺得它的討論度算蠻高的 所以我還是想要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首先它的容量真的很大 就是通常如果 如果是乾肌 然後你可以把它當素顏霜來用的話 那或許你用得完 要不然如果你正常把它拿來當腮紅的話 真的很難用完 因為當腮紅就是真的薄薄一點點就夠用了 當腮紅的話 像它這種淺的膨脹色就比較不明顯 我用起來比較不明顯 我本來是覺得它這種比較深的這種顏色 看起來好像會很危險很不適合當腮紅的顏色呢 拿來當腮紅就剛剛好 就像我今天臉上的這個腮紅就用它 你看上起來多自然 是不是 而且暈得很漂亮 你看啊 你可以看到我也是有分裝給朋友 因為它真的容量太大 然後朋友有興趣我就分裝給他們了 這一款總結來講呢 我是比較喜歡當腮紅用的 只是當腮紅來用它的容量真的太巨大了 就是 有點感覺真的是這輩子不可能用完的容量 如果要當素顏霜用的 第一個我覺得你真的要是乾肌 而且要很乾的乾肌吧 我覺得 它 因為它們畢竟搭配是乾肌 所以它的產品 像這種奶凍腮紅啊 或是它們的遮瑕膏什麼 都是比較偏適合乾肌用的 那我自己是除了眼周片乾以外 我其他地方其實都沒有到這麼乾 所以我就比較不適合把它們當成底妝產品來用 然後當腮紅的話就OK 因為腮紅的位置就比較不會出油 比較不會脫妝 然後再來它質地的關係 就是它是那種偏柔霧 然後有點像那種毛孔柔膠凝露的那種質地 就是柔霧柔霧的感覺 所以它也不太適合疊加很多 它疊加很多的話 你反而會沒辦法上得很服貼 所以用起來我覺得它其實是有一點 考驗手法的產品 就是沒有到那麼的適合新手使用 但是應該是那種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然後不喜歡的人可能就會覺得 欸真的用不來那樣子 就感覺是那種心得會比較兩極化的產品 再來就是最近也是風聲很大 很多人在推這個植村秀的遮瑕盤 嘿 就是也是有蠻多人來私訊問我心得 我個人真的是嘗試了很多次 就是還是用不太來 它的質地呢是OK的 它質地其實是蠻保濕的 就是在眼下用也不會乾 可是我對於它的色調 這兩個色號我真的是不懂 就不是我會喜歡用的那種遮瑕盤的配色 首先照我的膚色來講 我應該是要用比較自然色的這一盤顏色 可是比較自然的這一盤顏色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些偏膚色或是深膚色的這幾個色號啊 對我來講都太黃了 就是不要修飾眼下 要修飾黑眼圈的話 這個顏色我單獨用都沒辦法 就算是調和用也沒有辦法遮到很漂亮 因為我的黑眼圈就是那種有點泛青的 所以通常是要加一點這種偏粉色調的遮瑕膏進去 那用這一盤淺色號的呢 我又覺得整體來講又太淺了 它雖然這一盤裡面有個偏粉的色調 但是它其他就是顏色的跨度我覺得有點不太夠 就我覺得我的黑眼圈用這一盤的話 就是調色會比較麻煩 又有點要混這個粉 然後又要加一點深的顏色 可是這個深的顏色又有點太偏修容色 因為它就是一個就是建議拿來修容的顏色 然後又要再混一點這個淺的膚色 就是要 就會比較需要調色啦 就沒辦法一筆到位 或是兩個顏色這樣隨便調一下就可以用 就是要比較 我要花費比較多時間去調到我要的顏色 我最好的用法就是這兩盤合在一起用 就是用這邊的這種比較健康一點的膚色 然後混一點這個偏粉色 就比較適合拿來遮我的黑眼圈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修容顏色呢 我覺得都太偏黃了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偏冷色調的修容 所以這個盤我覺得它的質地可以 但是顏色色號我真的是用不來 所以我就比較推薦大家就是最好就是靠櫃去試一下顏色 再決定要不要買 要看你大家的膚色跟黑眼圈的類型 接下來這款呢我覺得它也不錯用 可是 因為我已經用到這個Velatino的一樣也是那種 應該說是精品品牌出來開的彩妝 就是有點感覺背景有點差不多 就是這個Prada唇膏 就沒辦法已經用了這個更好用了 然後再用這個就覺得 輸了那麼一點的感覺 味道就大輸欸 它就是真的是老化妝品的那種香精味 為什麼Prada的唇膏要出這個味道 Prada的粉底我很喜歡 然後它這個唇膏的味道我真的是 一聞我就整個就是頭痛就覺得為什麼 Why 我覺得它真的最大的半筆就是味道 要不然唇膏質地我覺得還可以 它擦起來的唇膏質地呢 飽和度我覺得有比那個Velatino的再低一點 就是Prada這邊有再更透一點 你看Velatino的是不是更加霧面更加服貼的感覺 Prada這邊我覺得服貼度也稍微有輸了那麼一點 就一樣這種 就是你知道都是這種精品出來的彩妝線 我覺得贏很多很厲害 然後Prada呢 就是唇膏質地還可以我覺得至少不雷 只是說它擦起來的妝感就是跟我喜歡的妝感 比起來的話它就是比較偏透透 稍微透一點 也不是說那種很透唇色的那種 大概飽和度比起來的話 如果Velatino這邊是那種十分飽和 它的話大概就是八分吧 你看看得出來那個質地的差別嗎 就是這邊Prada就是再多了一個透透的感覺 重點就是這個味道很扣分 然後我現在擦在手上 我這樣手稍微靠近一下 聞到就是那個Prada唇膏的味道 要不然你看到這個包裝我也是滿喜歡 都是這種銀色金屬包裝 然後又是這種實扣 就本來期待值很大 沒想到用起來就是這個香味的部分 真的沒辦法給它很高很高的評價 我只能建議真的是對味道不敏感的朋友在嘗試 最後呢就是一些小彩蕾的分享 首先這個品牌呢 這個可能是有看小紅素的人才會知道 這是原色Porta的眼部遮瑕盤 如果有看小紅素的話 就會發現最近滿多人 就是滿多小紅素上面 大家都在推薦這一盤的 然後我買的是二號色 首先這顏色的設定我也是很不懂 就你不覺得它的顏色 就這兩個是遮瑕 就是遮眼睛的 欸不是遮眼睛 遮黑眼圈的那個遮瑕膏 然後這個呢就是給你做眼部打底 就是可以當打底膏使用 這眼部打底膏我覺得還OK 然後它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這個隔板設計我覺得滿好的 就是這邊是膏狀的嘛 它這隔板設計呢 這邊就是那種透明的蜜粉 你可以拿來定妝眼周 其實它這塊蜜粉我覺得也不錯 它就是那種 有點像NARS的小白餅那種 偏保濕的蜜粉餅 然後是那種很細緻很 很透的那種 就拿來定妝眼下確實滿適合的 這個產品的這兩個部分我覺得OK 但遮瑕膏的部分我就用了 真的是給它滿多次機會 用了都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它這個色號上呢 這個比較深的這一顆呢 應該可以再做深一點 因為它這一盤 畢竟它不是1號 不是最淺色也是偏深的那個色號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 還是有點太過淺了 然後我覺得滋潤度也差了一點點 就是剛上的時候 它雖然是那種不會變 就是它的質地不是那種很硬的質地 但我覺得滋潤度也是沒有到很夠 然後使用起來呢 我覺得它遮瑕度也不是到非常非常高 我覺得大概就是適合中度黑眼圈吧 如果你的黑眼圈跟我一樣比較重 然後又有類構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一盤修飾效果沒有到很好 所以它的質地 它的顏色 跟它的遮瑕效果 我都沒有到很滿意 然後這盤又很紅 所以我就覺得 用起來有點不太懂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就比較適合 第一個就是你的膚色比較淺 然後再來你的黑眼圈 比較沒那麼重的朋友 那你或許會喜歡 但我用起來就覺得 不行欸 而且我覺得它長時間帶妝 眼下細紋也是會有一點跑出來 就是對於紋路比較多 眼下紋路比較多的朋友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友好 所以這個我真的是 用了好幾次真的不喜歡 雖然不是這一季的新品 但一樣也是那種小紅書上面 大家會看到很多人用的品牌的遮瑕膏 如果你是想要買這類型的產品的話 我覺得那個 這是水花穿型還是水穿花型 這個牌子的遮瑕膏 我用起來是更喜歡的 遮瑕度夠高 然後顏色的設定我覺得也更好 它真的滋潤度也很好 就是又滋潤 然後遮瑕度又好 然後就是在眼下又不會位移 持久度也好 你看它的顏色 淺色的夠淺 喔還有剛剛這個 原色Porta的 它的淺色不夠淺 深色又不夠深 所以就覺得用起來的那個 效果我就不是很滿意 它這個顏色就是 該拿來校正黑眼圈的顏色做得夠 顏色剛剛好 不用再另外調色 然後這個淺色的部分也夠淺 所以對於淚溝提亮又非常有效 然後它這個加上 我記得它好像是可以自組的 就是你可以照你的需求去搭配 就是比如說像我這邊還有組了一顆是偏綠的 就是可以拿來修飾泛紅 但它這個偏綠也是有點偏淺 它這個綠色我通常都要再混一點 我有時候就很懶 就直接拿它這個黑眼圈的顏色去 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就會偏橄欖色 就可以拿來遮我的那個鼻翼泛紅 就很剛好 所以就如果是你們想買淘寶品牌的這種 遮瑕膏的話我自己是更喜歡這一牌 勝過顏色波塔 勝過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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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一個蜜粉餅 但是也是偏小眾的品牌 是這個韓國的品牌 這個小眾到我覺得我拿出來可能 可能應該 搞不好沒有觀眾看過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小眾 一個叫AMAUVA的一個韓國的品牌 它沒有很貴 它是那種偏開架 然後它摸起來其實就是有點偏 烘焙質地的蜜粉餅 那通常這種質地的產品呢 不管是腮紅還是定妝產品好 通常粉都會蠻細然後蠻透的 但是這個我就覺得它粉很粗 就摸起來是細緻的 但不知道怎麼上它臉上就顯得很粗 我用起來就是很不喜歡 然後它是那種偏透的 沒有什麼修飾力的那種蜜粉餅 我自己用起來 我就覺得偏大彩蕾 雖然這個品牌可能很少人知道 但就是還是要講一下 我就是很不推薦 就是定妝起來之後 反而皮膚看起來 膚況更差 更顯 粗糙感 這款我會買我記得也是 華華小紅書就有人推薦 那華華小紅書上面真的是 再冷門的產品都可以找到新的 聞都可以查到 就是有人可能買了很喜歡的分享 然後我就不曉得 可能就被一個就是那種 也是那種很小的貼文 可能也不是說那種 很多人看或是很爆紅的貼文 不是那種 就是那種很隨手PO那種心得 我就被燒到想說 欸好冷門喔 會不會是一個冷門好聞 然後就買了 然後就 好適合我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季的湯璇榜 就精選了一些我覺得很讚 很想要推薦的產品 跟一些我覺得 大家可以先冷靜 或是先避雷的產品們 那歡迎大家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你們最近有什麼關注的產品 或是好奇的產品 那最後就是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